范蒂冈电台训 对友爱的不经渴望 能在家庭的亲密中 找到绝佳之处 让人能发觉友爱 受到友爱的教育 并付出实践 这将为建设一个更有人性 由和平统治的世界 提供宝贵的贡献 教宗在三中经的讲话中 评论该主日的福音 他解释说 耶稣的传教使命 不从耶路撒冷 那个宗教、社会和政治中心出发 而是从加里泪亚开始 位于犹太边缘地区的加里泪亚 因为住着许多外邦人 所以受到严格恪守法规的犹太人藐视 教宗观察到 加里泪亚位于边界 不同种族、文化和宗教的人们 都在那里相遇 因此 加里泪亚成了福音 向各民族开放的象征之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变化 在这里面的完成